奉耶稣圣明说话 感谢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继续来查考这个菲利比书 我们已经简单的谈过这个第二章的第一段跟第二段 第二章 这个第二章里头第二段谈到耶稣这个降世为人的榜样 我们谈论到说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提到耶稣基督这个例子呢 我们从菲利比书里头可以找到一些资料 了解到说同心可能在当时的教会是他们必须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那如果人没有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 没有尽心尽意地来去追求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那我们发现到说同心是一件不可能达到的事情 人不能够同心因为这个自我在灼怪 因为我们人常常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说我们把自己的意识强加在神的旨意之上 那常常就会造成教会的纷争 我们发现到说主耶稣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如何顺服天父的旨意 那圣经告诉我们知道他纯心谦卑 那谦卑到什么程度呢 这是一个以至于死 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这个谦卑的榜样 如果每个人都学习耶稣的这个榜样 那你发现到说教会要同心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要学习千卑一定要学习耶稣这个美好的榜样 学习耶稣这个美好的榜样 那我们知道说后来神就把他升高 我们在第十节就可以看到教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那我们知道说借着主耶稣的谦卑他战胜死亡 败坏了魔鬼的权势 那最终呢让天上的神得到最大的荣耀 我们知道教会有纷争 其实就是说我们已经让魔鬼有这个在教会里头工作的空间 所以我们要战胜魔鬼 不要让魔鬼进到我们中间来 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榜样 昨天我们也谈过说 那个得胜魔鬼的方法 根据雅各书来看 就是要服在神的大能之下 就是要谦卑 好 我们现在来看第三段 这里保罗提醒当时的弟兄姐妹说他们要常常顺服 顺服是我们一生要做的事情 在每一件事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工里头 我们都要展现出我们是顺服神的 有这种心来追求和睦相处和合一 好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十三节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我们说这里的立志行事 我们要行的是什么事呢 那当然从上文来看 之前的那一节来看 就是顺服神 所以如果我们立志顺服神来行事 那就是说神在我们心里头运行 这样才能够成就神的美事 不是成就我们的事 成就祂的美事就是神的美事 我们心里头在想什么 我们的动机是纯的或者是不纯的 有怎么说 有这种可以决定说神会不会在我们心里头来运行 我们可能大家都在做同样的圣工 但是你会发现到说有些人他们在做的时候能够感动人 还有神在同在 但是有些人却是相反的 那就是说在做圣工的时候有没有克服这个自我 让这个神的旨意在我们的旨意之上 那如果不能的话 你发现到说神就不会跟我们同在 所以保罗在讲这个立志行事 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就可以做的 他不是在说这方面的事情 他不是在说这方面的事情 好 那就是说我们要立志行事 就要立志顺服神来成就祂的美意 好 那我们看 那你发觉到说这样的一个讲法 就能够连结到第十四节 那因为我们在成就神的美意 那很自然的 那很自然的 因为我们在服从神 所以我们就不会买厌 我们也不会去跟人家来争论的 不会啊 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成就神的旨意 在成就神的旨意当中 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这个美德彰显出来 体现出来 如果我们都在埋怨和法院年起争论的制造纷争呢 这个不是在成就神的美意的 绝对不是 这是属情义的一种表现 绝对不是从神来的 那当然我们绝对不会谈爱心的 如果属血气的人不会讲爱心的 他也很难在灵里头 跟自己的同工或者自己的弟兄姐妹来沟通 没办法 他就是说讲属灵的事 他们是没有办法讲出来的 没办法 因为是属于血气的 也更谈不上什么 慈爱跟怜悯 谈不上这些 因为这个属情义 其实不谈慎的话 就留下空间给魔鬼 那其实根据我们今天早上所查考的 这样的人是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因为他没有依靠圣灵 因为他没有依靠圣灵 没有顺着圣灵来行 好 我们来看回这个第二章的十五节 那这样呢 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我们就无可自在 成事无为 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 做神 无瑕齿的儿女 那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我们常常说这个明光照耀是照在世上 这样的说法是对的 但是我们如果在查这个光 它首先要从哪里照耀起 从自己的家开始 那其实主耶稣在这件事情上 让我们有很清楚的教导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马太福音书的第五章 那第五章我们来念十五节 马太福音书的第五章十五节 那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那这里说就照亮一家的人 我们不是说如果我们是世上的明灯呢 就是这个光能照耀世界 首先要从家庭开始 从教会开始 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亮光就好像世界一样 黑暗就好像世界一样 黑暗一般 真的没有差别 因为世上的人不讲爱 不讲真理 他们所强调的是自我 他们所强调的是自我 他们所发挥出这个功效来 但是我们信神的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立志行事 就是说顺从神的旨意来去行事 那这神一定会在我们心里的动工 就是顺服神 这个是我们常常说行出神的旨意来 要行出来一定要先顺服 不然行不出来 这样最终我们才能够成为一盏灯 那才能够照耀这个我们说 湾区被谬的世代 我们常常把这些道理 我们说 这个被谬的世界一定是指的 不认识神的人来说的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这是我们想的 我们常常这样想 但是你看旧约圣经 它是讲神的子民 这个世代是没有信心的世代 生命记讲得很清楚 说这个世代是没有信心的世代 那主耶稣也跟门徒说 你们这是不信的世代 祂不单止是指着群众来讲 其实祂也是指着门徒来说的 很多时候他们也表现不出信心来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也表现不出信心来 另外其实很多时候是指着教内来讲的 我们都希望说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光 但首先我们要先被神本身 神就是光来光照我们 那要怎么光照就是要顺服 我们人能够顺服 神的光一定照在我们身上 那我们就成为一盏明灯 照耀这个黑暗的世界 我们现在看回来 那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 那14节当然那个中文跟英文是有一些差别 就是说不要埋怨也不要争辩了 它就是说 其实除了真理的事情之外 其他事不用争辩的 任何事情都不需要争辩 我们会争辩因为我们感觉到说 这个自我受伤了 所以我要跟你辩了 那如果我们是对的我们怕什么 那如果不对的话要改过 不需要争辩 其实争辩就显露出说 我们还是属肉体的 属血气的 属情谊的 我们是属血气的 怎么来成为神的光呢 我们这个光先要照耀在我们的家中 我们看这个16节 这些都是有关联的 这样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 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我们现在可以来想一下这个第16节 那中文英文是有差别的 那中文是表明出来 英文是把它抓得紧紧的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开 不要让道理离开我们 那我们如果看中文的话 我们说怎么表明呢 当然我们说我们要把它讲个清楚 你想说常常跟人家争辩的 能够把道理讲清楚 那一个属血气的人能够把道理表明出来吗 表明也是说要把它活出来 那我如果属血气的 属情谊的 没办法 那我能够成为明亮的光吗 那我能够成为明亮的光吗 不能的 那如果我们要紧紧抓住 从英文的意思来看 要紧紧抓住的话 不要放弃的话 你常常跟人家争吵 跟人家争辩 那就是说我们跟着你就不看重了 这个神的教导 那所以保罗在劝当时的弟兄姐妹 我们争辩的时候 血气的人一定不是完全的人 不可能完全 一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学习 能够好像保罗这里所教导的 我们看如果看这个十七节 我们知道说保罗说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 我若被胶垫在其上也是喜乐 并且以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保罗说如果为了你们 为了当时这些信徒而训道的话 他也是愿意的 因为你从这里知道说 那保罗是没有这种私心的 也没有自己的利益 他服侍神没有自己的利益在当中 所以他都是付出的 都是愿意牺牲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怎么说 真正服侍神的正确的心态 我们如果看下去的话 他就讲了两个人物 那第一个就是提摩泰 那第二个就是以巴佛提 这两个人物都是保罗很好的同工 那这两个人物我们就讲他们的优点 我们讲一两点就好了 我们先来看提摩泰 我们先来看二十节跟二十一节 这里他是跟保罗同心的 那我们说 他同心呢 他专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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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 我们发现到说他没有求自己的事 他很挂念这些弟兄姐妹 保罗说这个提摩泰是有一个名证的 这个名证就是一个证据 或者说他的那个行为 他的那个品行 是已经经历了一番的这个考验的 所以大家都看得见 他是一个我们说优秀的工人 那所以这个我们的行为 我们在教会怎么服事神 那神都看见了 那我们周围的人也会感受得到 所以保罗很放心 就拆派拆拳这个人到菲利比去 来关心那里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说如果一个好人 被拆派到一个地方去工作的时候 他会带给教会很大的益处 真的是让弟兄姐妹的灵性都能够长进 就好像这个巴拿巴一样 圣经说他是好人 他到了安提亚之后 能够建立人的信心 让这些人都能够愿意来跟随 那这是提摩泰 这里是提摩泰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榜样 他对信徒是真心 所以Ephidon说他这种关怀 这关心是神所喜悦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二个人 就是巴弗提 我们看二十五节 然后我想必须打发 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 他是我的兄弟 以我一同做工 一同当兵 是你们所拆遣的 也是供给我需用的 这里保罗把他当成是兄弟 我们要同心 我们要把我们的同工 当成是弟兄姐妹 好像亲弟兄姐妹一样 那我们说要建立这个手足之情 那如果我们只是工作的时候 只是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同事而已 但是没有真感情 那你会到做神的工 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也没有办法做好 那要完成神的工作也很困难 不如我们做什么圣工 你发现到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教会 对不对 那建立教会就是说 最终大家都能够 什么 保守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里头教会 那我们同时也知道教会是魔鬼攻击的主要对象 那在服事当中如果没有这种手足之情 没有办法同心合意 最终一定会被魔鬼打败 所以保罗说 这个是我的兄弟 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讲 这个是我的同工 是我的兄弟 可能那些支持我们的人 这是我的兄弟 那些讲我们的 那些是坏蛋 所以我们要有那个 我们的心态 要调整 那这里保罗也说 也是同工 他说这个也是他的同工 也是一同当军人的 就是一同来征战的 这个 means that they fight together 这个工人其实是那个 你这样看的话 二十五节应该是 菲利比教会所提供的 是从那边来的 我们从这一节看到说 这个保罗他很懂得 跟他的同工建立良好的关系 这是很重要的 那你如果是兄弟 才不会产生这种 不必要的误会 误解 那也不会诧异 随便把人讲坏 有问题会能够当面的讲 因为是兄弟 但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 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那我们再看回来 这个工人他生病 那我们看的那个二十七节 他几乎病死了 他是神怜悯他 这也是 保罗说这也是神怜悯保罗啊 这样如果这个工人离开了 死了 那保罗就会很忧伤 那所以呢 他虽然是生病 但还是能够付出 他愿意付出自己的性命 不把自己的这个性命看得很重要 所以这个是一个工人必须具备的一种心态 就是说我们不要常常看到自己的利益而已 我们要常常看到他人的益处 所以保罗劝他们说 劝他们说要好好地来对待这一位工人 我们可以说这个工人是致死效忠的一位工人 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三章 那第三章我们可以分为三大段 那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这个第十一节 那当然在这一段里头啊 他首先提醒当时的信徒 要他们谨慎 不要受迷惑 然后拜登说保罗就谈到他自己的一个经历 他这个追求神的这个过程 那第二段呢 就是从十二节到这个十六节 那你发现到说他的追求是不断的 虽然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是我们说他已经服侍神相当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了 但是他还是努力来追求 他没有认为说自己已经得着了 而第三段就是十七节到二十一节 当然在这里后保罗有谈到 特别谈到一种人 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敌人 那他为什么要提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因为这些人他们所想的就是自己的利益而已 但是我们信神的人不要 我们是属天的子民 所以呢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准备来等候耶稣的再来 好我们现在看回第一段 那这里后保罗这样说 我们来看第一节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 你们要靠主喜乐 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 以我并不为难 以你们却是妥当 大家看起来说 第三章里头的一些内容 是他曾经跟这些信徒谈过的 那为什么他说 他写这些事情是不为难的呢 因为换句话说 他不怕 不怕再重提这些事情 我们知道说 他在讲教会里头的一些人 他说不怕 不为难 但是对信徒来是有帮助 是为了信徒的安全 你如果看那个英文 他是说 对你们来讲是安全的 那保罗要再提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第二节 他谈到这个浅内 还有作恶的 还有网制行割的 其实可以讲着他们是 他在讲一种人 但是有这种 三种的这种特征 他们好像这个浅内一样 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讲 我们先来看彼得后书 我们来从彼得后书来了解一下 我们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 彼得后书的第二章 我们看这个二十二节 我们可以从二十一节看 二章的二十一节 他们小的一路竟被去了传给他们的生命 道不如不小的为妙 书以说的真不错 狗所吐的 他转过来又吃 猪洗净地回到泥里去滚 这话在他们身上 正合施 我们知道说这里保诺说 这个彼得所讲的 就是那些人知道这个义路之后又跑为旧路去 那就说比如说 以前是行不义的 现在又回到不义当中 而且住在不义里 而且住在不义里 他如果从信仰的层面来看 从我们信仰的层面来看 他让我说这些人 以前比如说是相信律法称义的 他信了耶稣之后又跑回去相信律法了 他把主耶稣放一边 认为说靠行律法能够成立 能够变成没有罪 其实这句话是根据真言的二十六章十一节所讲的 用二十六章十一节彼得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我们看真言的二十六章十一节 一位人行一位妄事 行了又行 就如狗转过来赐他所吐的 那这一位人就是不敬畏神的人 他断行这些遗忘的事 就是不敬畏神的事 或者说行不得罪神的事 这样的人就好像浅泪一样 所以我们想说我们是哪一种人呢 所以我们不可以重复地行这些遗忘的事 感谢主 今天晚上要讲的就到这里结束 那明天我们还有节的聚会 就是一点钟 我们尽量把第三章也讲了 我们尽量把第三章也讲了 我们现在一起同心和你来祷告感谢神 现在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 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 感谢神 感谢神 感谢神